为了配合圣诞节 我把红衣服穿起来了 那我过年穿啥 我只有这一件 嗨 我是牛仔裤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声唱普及的老楼 中央百货 今天是2020年的12月24号平安夜 接着到23号 也就是昨天为止 已经有1297名的确诊患者 在这次二次的疫情当中确诊 而普及岛也有了三例 所以这个平安夜并不平安 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 商场里是什么样吧 这边所在的地方主要是在普及镇 所以在普及镇还是有很多人气的 那今天像商场里面过节了 很多欧美人都在这边采购 他们过节的一些圣诞的食物啊 礼物啊这些 然后商场里的人还是有一些的 但是大多数都在家了 因为现在疫情的二次爆发 要求大家不外在家 我就不听话了那个 好想吃DQ啊 不敢吃了 卡洛池三折 然后这些基本上都是五折 HM三折企业 应该是特价的过分了 那我要不要去看看呢 我没有混衣服了 泰国年轻人很喜欢你的CPS 这个牌子也是五折 Gas五折 然后后面那个维多利亚的 迷迷经常买赠 不过我也不买 然后就到了利七折 李维斯七五折 反正这折扣真的都挺夸张的哦 三折的老楼人气还比较多一点 后面还能把八折 North Face七折 North Face五折 飞了五折 不要买五折 虽然是很多品牌有很多的折扣 但是来里面消费的人也没有那么多 因为现在大家收入都不好 所以确实消费的这种能力也很差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 Sentang Pookie的新楼一楼 在这里有很大的圣诞树的装饰 还记得去年的那棵 很有名的LV的圣诞树吗 全亚洲一棵 而今年普普通通了 来看这只森藏熊 它还戴着口罩哦 仿佛今年所有的玩偶 所有的装饰艺术 都戴上了口罩 森藏熊是真的很大 LV 没人 这一路过来都没有人啊 前面哭去 来过新森汤的朋友 应该都在这里合过瘾吧 稍回在这里合影跟老板老妈也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一晃时间过得真快 今天是2020的天安夜 也是2020的最后几天了 希望马上要到来的2021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一个全新的世界 好了 我是牛仔酷 在布局道等着你 下回带你们再去看别的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